怎么会这么倒霉呢 来看看彰化这所高中 寒假开放的家长 开车进到学校来载孩子 但结果这位家长 车子是压过了水沟盖 你来看当时真的是很夸张 铁板就像是利刃一样 直接削过去这个非常坚硬的车子底盘 怎么会这样呢 过去也曾经发生水沟盖 打破车子底板撞伤人的意外 专家现在就说 轮胎压过这水沟盖 杂飞的力道可以达到上百公斤 水沟铁板卷车底 竟然能敲出这么大的坑洞 仔细看不知底盘最坚硬的 铁板被削掉了一大块 连人踏的底板都差点掉下来 元凶就是这个高中校园里的水沟铁板 校方寒假开放家长 开车进校园帮孩子搬家 没想到当时家长的车子 轮胎压过水沟盖板 铁板竟然卡进车底 宛如一把利刃般 砍进坚硬的底盘铁板 力道超过上百公斤 还好没有砸进车里 事实上水沟盖砸坏车 已经不是第一次 台中的这部银色轿车行进水沟盖 轮胎卷起铁板完全敲破助手洗的踏板 仿佛压到地雷般连铁板也受不了 还有这台货车一样压到水沟盖 导致失控撞上中央分隔岛 起火燃烧 看看一般路上 重达百公斤的人字恐光是碰上 沼气就能被台动宛如跳舞一般 彰化这所高中挡住路面坑洞的水沟铁板 直接敲坏修旅车底盘 让刚买新车的家长真的很傻眼 记者台中章话的综合报道